跟着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今天来到了台北宁夏夜市 您听过铁板烧还有客家风味的吗 在这间店里的菜色像是福菜铁板猪 还有吉米湿木鱼料理 都是闽南还有客家食材的结合 老板潘威达说 他自己就是米克结合的第二代 所以店里面当然要卖的是台客料理 花布灯笼装饰着铁板料理店的外观 台北宁夏夜市里客家味从这里蔓延 铁板台上炒起了客家板条 加入豆腐乳皮箱 这是一道台式的客家味板条 这是我们的台客豆腐乳板条 大厨潘威达在介绍这一档 橘米湿木鱼 热腾腾的铁板上干煎湿木鱼 直到整个鱼皮金黄酥脆 再用盐巴提味搭的佐料是客家菊酱 特色就是米克融合了 客家菊酱代表了客家人的一个很重要 很有特色的一个沾料 那我们就是用米南的鱼加上客家的佐料 所以形成了台客的创意料理 也可以说是台客料理啦 因为店内所有的菜肴 创意都是来自于潘威达本人 他说爸爸是米南人 妈妈是客家人 当初不被祝福的香链 到现在牵手也走过了几十年 还制造了台客第二代 所以店面里面放了父母的合照 强调米克融合的爱 只是菜色改了 店面设计也创新才有变化 但传统的店家可不喜欢改变 尤其是潘威达还把花布全套在餐厅里 就连厨师身上都有 这可引来父亲一阵踏法 当初我爸还有我们家的厨师 老厨师就会骂我说 为什么要贴这个 这个很耸 后来我就跟他解释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文化 还好客人带来了好评价 给了学餐旅管理的潘威达助理 父母不再反对了 放手让第二代接手 短短四年 摆脱了经营不善的危机 打造属于自己的台客 铁板烧 客家厨师的匠心独具 在湿木鱼旁的直匠里体现 滋滋作响的铁板上 由敏克结合的冲突之美 传承两代的爱为佐料 台北巷弄里烹调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